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国军对于敌情威胁均保持绵密的监控 不过随着大陆网民轻举妄动起舞 避免助长这个窜飞的恶行身高区域的紧张情势 可是有人就说了 你金防部只有说你会伺机而动 但你都没有动啊 之前不是说看到就可以打下来吗 还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头石头的 让这个当时的这个邱国阵很震动说 看到了就可以打下来 但是现在怎么都没有动作呢 那么现在这样子的动作 明镜党立委王定宇就有意见了 他说你看这是测试我们防御盲区 一定要料敌从宽 他说你看你用小型的无人机 带着传单废弃物 飞到我国的前线抛直 很烦 就好像恶邻居有三不五十 就拿垃圾石头往你家来丢 那么他说这看起来是无聊的骚扰行为 但是还是要料敌从宽 是不是在测试我方的防御盲区 是不是我方对中共的骚扰还是应该要谨慎的因应 但是好像目前没有看到有太大的动作反制 那么自由时报就说加油好吗 下次记得要投个小熊维尼船单投到北京去好了 那么他们说破解共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前飞官说 开放频率占用干扰 我方可以开放频率民用 以干扰敌方导航 又或者是透过GNSS的讯号 强化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结果我们要旦也看到是不止台海这边 有这样子的举动 包括在了东海都不平静 大陆的飞弹快艇竟然跑到东海去了 退降就惊 这个可能会对台湾有两个影响 讲这个话就是我们的退降利剑杰将军 他说22型飞弹快艇只有220吨 那么小的快艇竟然能够跑到东海 可能有大型的补给舰 或是船屋登陆舰之类的大型母舰做后援 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海军的输博区 那么以及对日美还有想增援台湾 造成阻挡的意味可能是非常浓厚的 那么中国战机在东海国际空域绕 飞荷兰的军舰 荷兰国防不拼中方 这样子的举动是相当不安全的 两架空军战机6月8号 在东海盘旋绕飞一艘荷兰的护卫舰 此外有三架的中国战机跟直升机 曾经贴近这个舰的直升机 荷兰就说了 将中方的举动造成潜在的不安全局面 只不过现在中飞在南海也是针锋相对 尤其是中国大陆对于 这个仙兵交两度演练夺岛作战 飞舰被包围 解放军071舰虎视眈眈 菲律宾军方就说了中国海军出动气垫艇跟飞机 在先兵交当着菲律宾的面 直接进行小规模的演习 展示他们夺岛作战的能力 那么他们就说了 这个演习的核心科目应该就是海空联合突袭 中国的海警就说了 菲律宾向坐摊军舰运送物资 反污中方阻换病士兵救兵 那么你可以看到 中国海警对于菲律宾的船之前 全程可以说是跟肩 然后也有管控 照片上面显示 菲律宾的船只上面并没有明显的 所谓的受伤人员 反而是在头尾都被发现有大量的物资 菲律宾在非法运送 可以用于防止船体受食的机油 这个机油的品牌还是美国的 所以中国大陆就表示了 菲律宾的快艇不顾中方 反复警告多次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 来靠近导致产生摩擦 那么这个责任完全就在菲律宾 非法所谓的什么救治伤员 医疗哄送都是扭曲事实 虚假叙事 企图误导国际验知 那么你可以看到 印太首座的美国JPMRC战训中心 现在要在菲律宾启用了 美国陆军在菲律宾设置的 印太首座作战训练中心 已经正式启用 美菲部队也随即展开连续 深化双边合作 跟作业的互通性 我们先来问一下韩明哥 你怎么看这个金门 这个无人机的攻击事件 其实这个当然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好玩 然后赚流量 然后顺便帮自己公司打广告宣传 当然这个也引起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如果以商业操作来说的话 这算蛮成功的 很多问题就是 对 我们这边反应很强烈 认为说这样是骚扰性的攻击 这样不可以 那也希望对岸克制 问题除了对岸克制之外 我们没有任何反制措施吗 我们不是有干扰枪吗 我们不是说已经让第一线官兵 都做好准备了吗 那为什么 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种事情 好像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反制 所以我觉得 当然要去担心这是不是 他们一种假装民间的 实际上是军事的一种行为 来探测我们前线 但是更重要就是 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多次 已经两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对这种一筹莫展 就是只能眼睁睁的看人家飞过来 丢船单也好 拍照也好 完全没有任何抵制的办法 所以我觉得军方赶快想出对策出来 不是讲话很强硬 讲那些强硬话是没有意义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 就是干扰到北斗卫星的讯号 那是很好 那问题就是 你认为对方不会想到你会干扰吗 到时候真的能够这么顺利干扰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恐怕也是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大陆 他动用0222飞弹快艇 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干什么 因为22型导弹快艇 本来他们已经不太使用 因为那个是比较早期 大概20年前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军舰的数量跟不上 所以暂时先用飞弹快艇顶 希望能够平衡一下在海上的 这样一个实力 但这几年 中国大陆中大型的水面舰 陆续下水之后 因为飞弹快艇有先天的缺陷 它的探测雷达距离短 然后它的续航力低 然后它的作战任务功能太单一 所以他们已经很多都已经封城起来 但现在为什么又让它开到东海去 实际上当然就是用这个来进行 跟日军的骚扰性对战 也就是因为他跟日方在钓鱼台 这个附近一直在对峙 当然日本也不断的派出军舰来 他现在就用这种小型的飞弹快艇 我就不断的来 我速度很快 因为这个最快可以到50节 你追也追不上我 然后我随时都可以对你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这个就会让日方疲于奔命 我想这是一种消耗型的作战方式 至于说他现在跟菲律宾之间 看起来还是蛮紧张 因为菲律宾又想办法用军舰做摊的方式 好像要营造另外一个马德雷山号 这当然是大陆方面不可能容忍的东西 所以他也故意演习 这种两栖登陆作战给你看 干什么 就是表示你不管是运捕也好 不管是在海面上的实力也好 我随时都有一定的实力 能够阻挡你的任何进犯的企图心 那更有胜者就是 其实现在是看大陆要不要 如果要的话 他随时可以把你的马德雷山号裁掉 把你上面的人都赶走 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菲方如果还是持续的 用这种骚扰型的这样子的作战的话 我认为大陆可能会越来越不会忍耐 可能接下来就会开始出重手 至于说荷兰这些澳洲 加拿大 没事就配合着美国派船舰来台湾海峡 你们说人家对你骚扰 我就想要请教 你们相隔万里跑来这个地方 到底要干什么 你们来这到底干嘛 这到底干你什么事 你来干嘛 如果今天大陆也派个船舰到荷兰 那边晃来晃去 请问一下你不会派船舰过去监视吗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配合美国做这种作战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美国已经认为他自己在 西太平洋这里 他的实力已经慢慢慢慢 应付解放军已经有困难了 他感到吃力 他的数量已经不足了 所以才要求各国都派船舰来 帮美国撞绳势 那你长此一望下去 这些国家第一个 你能够持续这么久吗 第二个 美国如果不改变 他自己整个作战的形式 跟他的在外交上面的一个方式的话 你真的觉得你有办法一直不断的应付 数量越来越庞大的解放军海军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必须要 仔细去思考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大使你怎么看最近的东海 的确是满不平静 对 我想其实东海就是说 日本在安倍首相的时候 把这个钓鱼台宣示成为国有以后 就开始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大陆现在在这边是常态警寻 也就是说它是以这个 钓鱼台作为自己本国领土 作为基地的角度来驱逐 进入到钓鱼台水域的日本的船只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就是 基本上在执行 这个驱离侵入中国主权 岛屿钓鱼台的这样子的一个 维权行动 那当然日本最近也有升高 日本事实上也不时也有一些 这些民间人士船只进入到这个地方 而且日本现在加强各种建军备战 那其实钓鱼台就是说 以地理范围来讲 它距中国大陆的浙江 比距离日本的这个琉球岛 要近了200多公里 所以事实上的话 对日本来讲的话 日本是对钓鱼台 它等于有一点边长莫及 那中国大陆反而站在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地理之变 那当然地理钓鱼台最近的 最方便还是台湾 所以钓鱼台在日本 这个军国主义 这个殖民台湾的时候 钓鱼台是属于我们宜兰县管辖的 所以就日本人在这个钓鱼台上 事实上它是比较吃力的 那现在中国大陆又把东海 这个又把这些 以前中国大陆海军主力 也不是海军主力 它强调叫飞潜快 飞弹快艇 潜艇 还有这种 这种快艇 那现在又拿出来用 我觉得是显示这个地方 中日之间的这个竞争 这个可能又有强化 又有升高的迹象 那这一次我看了大陆的无人机 虽然是民间公司 可是它已经飞到金门本岛了 前几次都是在大二胆岛 大二胆岛离这个 在这个厦门湾里 厦门岛很近的 肉眼你就可以看到了 对 那金门是比较远的 你今天在厦门市区 你看过来 第一个看到的什么 是大二胆岛 接下来看到什么 看到猎雨 小金门 然后才看到 看到大金门 对 有时候天后好不好的话 看不到大金门 所以它这一次等于飞得更远 对 那而且它的既然它这个载重量 它的显然是比较大型的无人机 那也可以空头种植 也可以空头传单 对不对 所以 不知道它是载几份 不知道它是载几份 不晓得载多少 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变成说 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是说 经过大陆的无人机民间物多次 飞到大二胆岛上 把大二胆岛完全看光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手军拿石头K K人家那个无人机的这种荒谬景象 不是民进党他们的国防部 已经讲了很多次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各种装备也好了 那种干扰枪电子高 都已经到位了 再有这些无人机来就急落了 对啊 那这一次飞得更远 它的那个无人机显然又是更大型的 载重量那么大 那怎么搞的 我们又 我们那个守军又干嘛 又再变成路人甲 路人蚁 没有听到任何 他所过去宣称的 对付无人机的各种装备 发生任何作用 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荒谬 那个 金房部不应该生气 应该是我们老百姓生气 那你钱也花了 那个牛也吹了 怎么搞的 人家现在来投粽子 粽子都送下来了 传单都送下来了 而且还要去金盆大学 马三 这些喊话站 这个到底 到底他们这个 这个民进党的国防部 到底是干嘛 是用嘴巴在防卫呢 还是拿不出 拿不出 还是到底你的钱花的 有没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真的是 对我们这个国防部 真的是没有信心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说 在鲜兵礁的部分 中国大陆它是自在必得 绝对不会让马德雷三号 坐贪在仁爱礁事情 再次发现 再次发生 前一阵的时候 他们在鲜兵礁的时候 有两艘海警船 菲律宾海警船 这边滞留超过一个月 长期滞留 其实我觉得会增强 中国大陆的警戒性 鲜兵礁事实上 距离我们过去 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 中叶岛比较近 那个地方对中国 菲律宾它有地利之变 它就在中叶岛的南方一点点 中叶岛事实上是 整个南沙群岛第二大的人工 就天然生成的人 天然岛 那是因为被我们 本来是我们的 是被菲律宾怯占了 所以它在鲜兵礁 它如果要做一些作为的话 它也有地利之变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 已经在那边实行军演了 用这种气垫船 也是071的这种 两栖登陆舰 气垫船已经去了 我想已经是大概在高度 在戒备战备的状态之下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将军 你怎么看 尤其现在在鲜兵礁附近 是不是已经就是一触即发了 我认为中共会采取强势的作为 毕竟它在那边布阵已久 而且它的盾位也大 超数也多 而且距离 尤其是距离美濟岛 由美濟礁变成美濟岛 非常的近 它的机动 除了这个船舰之外 空中 因为美濟岛上面就有机场 直接机场起飞到 到这个鲜兵礁非常的快 所以中共已经由平面变成立体了 它以前的只有海上 现在有机场 机场起飞的话 不仅它的迁机机 甚至无人机都可以起飞 这样的话整个的空中 可以监视到整个海面海上 所以海上动态会掌握得非常清楚 它可以调兵遣将 所以兵力上的集中运用跟分派 就会比较机动快速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金门的无人机 无论金门的无人机就是 那个在金门的这些守军应该平战结合 平时跟战时就要结合 它既然中共的无人机过来了 不管它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 最起码把干扰枪把它干扰掉在地上 不能让它看它撒船单 现在是没有丢粽子的 那中秋节是不是丢月饼 那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将来的时候现在可以丢船单 可以丢这些抛头的话 将来可不可以丢舌头弹 将来上面是不是可以丢枪榴弹 那就不得了了 那这真正是作战 他现在在做验证 我现在可以丢船单 你稍微如如无人之际来来去去 我们这些也只能目以目送 看他来看他走 没有积极的作为 那他就在找我们的破口 我们怎么可以让他找破口 我们这时候是不是拿干扰枪 把他干扰下来 那你干扰枪拿他手上干嘛 就看他丢船单 看他离开 手上拿干扰枪是干怎么用的 我认为这样子不行 这个作战最怕 犹豫不定 没有办法当机立断 要打还是不要打 不要打还是要打 要民津收兵还是民鼓前进 你又不民兵 民津 这是收兵 击鼓是前进 你也不击鼓 也不民津 你到底是要攻击 还是要防御 搞不定 你这样会让军心动荡 不知所措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看他来去 没有做积极的作为 没有屏战结合 那可能就中了中共灰色地带作战 我们便帮他灰色地带作战 为什么 你看他来去 你没有任何作为 变成我们可以讲 有看法没有做法 变成你有看到 只有目银目寿 我认为说不如做 你光说说来说去 那也不如做 把它干扰下来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那为什么我们不做 那我们不做的话 大家会认为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能力那么差 是我们能力差还是决心差 你两个 第一个你决心很差 第二个你能力很差 你到底是哪个差 无论哪个差 你就要来补强才对 是要这个样来 积极的作为 只有积极的作为 你才可以 让这些官兵的士气大振 信心大作 认为是有担当 有作为 是首途有责 我认为这样子 做比较好 而不是看他来去 目银目送 然后没有做何作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 再带您讨论更多的国际局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